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感到费解 所以请擦亮你的双眼 我们一起去探索 你可能会认为一些外星人事件是假的 确实 他们许多都没有科学依据 但与科学家们在厄瓜多尔发现的那些人像相比 你可能会颠覆你的世界观 有些人像看起来就像是穿着特制服装的宇航员 我们不得不怀疑 难道在现代人类梦想去太空旅行之前的2000多年前 人们便已经想到了吗 虽然我们基本没办法了解到当时具体的科技水平 但假如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在尝试发明宇宙飞行器 甚至可能已经能够达到太空旅行的程度 不得不说 真的有点细思极恐啊 在尼泊尔发现的板状物 也是种非常不寻常的东西 这些板是石头做的 它们大约有一万两千年的历史 我们能够在这些扁平的石头表面 看到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平滑且清晰的线条 古人能如此熟练的处理石头 相信很多人都有点难以相信 不得不让人产生 它们可能是来自外星的想法 此外 在这些板上 曾经还发现了一张看起来像是外星人的生物图片 你认为它是什么呢 美国生物科学家们 还发现了一个三叶虫化石 然而它似乎依附在一个形似人类的脚印上 据推测 它至少有2.13亿到2.48亿年的历史 但我们都知道 三叶虫是在5.4亿年前 就居住在我们星球上的灭绝生物 难道当时那个人想把它裁编 在这个古老的化石上看到的脚印 能够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 这是个靴子的印记 但根据达尔文的理论 人类不可能活这么久 也许 这可能间接地说明 曾有来自外星的宇航员来过我们的星球 不过目前来说 还没有实际有帮助的证据 能够让我们知道真相 在秘鲁博物馆的一块石头上 刻着一个奇怪的图画 调查显示 这个图画是在大约三万年前刻的 有趣的是 这个人的身上有衣服 鞋子和帽子 但最令人吃惊的是 这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望远镜 古人也许可以坐到在石头上雕刻衣服和观察天体 这也意味着他们有天文知识 但我们知道望远镜是四百年前由欧洲的汉斯利伯发明的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三万年前的人类难道就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了吗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秘鲁的这一系列的古老石头 在科学界引起了非同寻常的轰动 一个被称为萨布圆盘的古老人工制品 依然是埃及文明中一个最大的未解之谜 它是在1936年被埃及学家发现的 它被认为是一个未知装置的一部分 它的结构也很复杂 可能有着一些特殊的作用 但目前科学家们还不能确定它的用途 我们只能从推论中了解到 它可以追溯到大约五千年前的第一个王朝 而且是由片岩这种材料所制成的 片岩通常易碎很难使用 所以无论是谁创造了圆盘 它的技术都是相当厉害的 圆盘高10厘米 直径60厘米 它的外观看上去让人感到一丝先进感 人们对它的用途有各种各样的理论 一些人认为它能传导地球上的能量 还有一些人认为 它是一个能够储存能量的飞轮 从而可以带人们进入星际之门 不过这些猜测都过于科幻 目前对它的用途 还有着相当长一段时间去探索 南非的矿工们 在过去的30年里发现了许多奇怪的球体 这些不明来历的球的直径只有2.5厘米左右 奇怪的是 其中一些球沿着它的轴有三条平行的凹槽 而在这里有两种球被发现 一些是由带白点的蓝色固体金属制成的 而另一些则被倒空 塞进一些白色的柔软物质 有趣的事实是它们是在前韩武纪时期的一块岩石中发现的 大约有6亿年的历史 那么是谁制造了这些球体呢 它们的作用又是什么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古代先进文明存在的证据 但以目前的科学来说我们没办法论证 在德克萨斯州的格兰罗斯附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人类脚印 这个脚印的长度是35厘米 宽度为17厘米 更有趣的是古生物学家说这是一个女人的脚印 根据印度传说超过3.5米高的红发巨人曾生活在美国的内华达州 传说美国印第安人曾经还在山洞里追捕过这些巨人 由于没有更多的理论证据 目前关于这个脚印并没有太多的观点 好了以上的内容就是本期关于神秘古代发现的分享 究竟在远古时代我们的地球上到底有没有远古先进文明呢 您又是如何认为的呢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